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来来一些 Chenglish 还有我觉得 一些中文人 学英文呢 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当我在学中文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简单 为什么 因为会模仿这个英文怎么说出来 然后把它改变成中文就好 比如说 咖啡 咖啡 沙发 sofa 新加坡 Singapore 法拉利 Ferrari 军利 Bentley 这样是简单的 但是 学到后面 越来越难 因为我发现有些字 是根本都不是一样的英字 也不是一样的说出来 你懂吗 比如说 Hipop 在中文就是 Hipop 这个我没懂 后来就改变成 嘻哈 我一直想象 我就明白为什么叫嘻哈 因为 如果嘻哈歌手 还是嘻哈的舞蹈 跳舞跳舞跳舞跳跳跳跳跳跳 然后很累的时候就会 哈 就是嘻哈 当时还有一些东西 我还没有看到 比如说 Odi Odi 淹死 Tomato 他妈的 嗯 Ambulance 我不能死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是因为有些学生呢 会为了去把这个字记住的时候 会把英文的词改成中文 但是 发音出来 完全都不是一样的意思 比如说 Town Tom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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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Town 当我在想大学的时候 我有一个学生就这么说 Yeah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We're having lunch at this Shabee restaurant And then right He was just eating some tamada And he just got up and started popping In front of a large audience All of a sudden he just fell out And he said Liquan Help me call 我不能死 这样子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可以用这些方式去学英文 但是呢 还是要记住 学往词以后 不要把你改变出的词 加进你的句子里面 这样子你把你的英文就会变成 完全都不一样 外国人体度完全都不同 你在说什么 多多关注快歌 下次见 把你们的英文学好 有问题 在评论里面跟我说 Love you